哈囉,我是阿滴 大家好久不見,終於放暑假了 上次見到大家的時候還沒有放暑假 今天已經放暑假了 那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暑假 唉,失去才懂得珍惜 暑假當中應該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使用這麼多的時間 那在大部分的人都睡到中午的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好好利用這一段時間來 來做什麼呢? 就學英文啊,不然來在這邊就只能講學英文 真的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講呢 好,在這個美好的假期裡面請拿出你的英文課本 訂下計劃,每天讀英文兩個小時,持續三個月就一定會進步 好,一定不會有人這樣說 放假的日子跟一般的日子不一樣 沒有人會想要好好讀書 只是說我一般的日子也不會想要讀書 重點是,要找到適合放假的時候學英文的方法 所以說今天來跟大家討論一下如何看電影學英文 不過,只是看完電影就可以學好英文嗎? 我跟你說,我昨天去看《玩命關頭》,學了好多英文喔 喔,是喔,你學到了什麼? 就是他們在講話的時候,我大部分都聽得懂 嘖,那是因為有中文字幕吧 嗯... 所以說你學到了什麼東西? 就是一些英文的對話啊 算了算了算了,你至少知道《玩命關頭》的英文是什麼嗎? 當然就是... 呃... play...live? 所以,並不是隨便看看電影就可以學英文的喔 做什麼事都要有方法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最佳的看電影學英文的方法 首先,該選什麼電影呢? 嗯...那在這個方面,電影就是我們的教材 所以呢,電影一定要好好選擇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些比較不是那麼適合的電影教材 首先是動作片,像是《玩命關頭》 說實在這種爽片不太適合,因為... 槍聲跟爆炸聲應該會比實際的對白還要多 說真的,一整部片下來你可能只會學到Fan 再來,恐怖片也不太適合 因為太多尖叫聲了 呵呵... 我自己的尖叫聲 呵呵... Come to mommy, come to mommy 沒了嗎? 科幻片的話也不是很理想 雖然說當然有很多英文,但是有很多是... 不是真的的英文,比如說... 咒語啊,或者是精靈語啊之類的 只有我可以永遠活 只有我可以永遠活 那是Vingardium Liviosa,不是Liviosa 最後歌舞劇也不適合,因為他們...就是都是用唱的嘛 所以...對白不好好講都是用唱的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真的聽到實際的英文 說真的,除非你是那種在生活當中會無預警的開始唱歌的人 不然的話這種英文應該是日常生活不會用到的 好,除了這幾種電影避開之外呢 其他的比如說劇情片啊,喜劇片 都還蠻適合拿來學英文的 再來還有一個很常被問到的問題 到底應不應該開中文字幕 這個時候呢不能只是我這樣說說帶過 一定要有科學的依據,所以我們要相信專業 今天呢很高興邀請到畢業於輔大多媒體教學所的字幕專家Ray 我呢說字論文就是在研究字幕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影響 那我發現台灣人呢很依賴字幕 所以呢對語言學習呢有一定的影響 在台灣呢就算是廢話超級無敵多的談論性節目 也硬是要上字幕 台灣人真的已經很習慣,什麼東西都會有字幕了 所以說一般人如果在看電影的時候有中文字幕 他們會無意識的比較專注於字幕上 而無法真正聽進去英文 那怎麼辦呢?就是開英文字幕囉 英文的聽跟說雙管齊下 這個叫做by model input 很專業吧?講一些你們聽不懂的專業名詞 不過如果你的程度不太好 你可以選擇一個你已經看過的電影開英文字幕來看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至於整部電影都看不懂 整理上兩點 第一個選擇適合的電影 第二個開英文字幕 那接下來在看電影的當下該怎麼做呢? 有種做法是看到不同的單字或者是句子就把它抄下來 結果一部電影看了八個小時 這樣就不是真的在看電影了 第一你無法好好享受電影 第二電影會變得很難看 第三下次你絕對不會再這樣子學英文了 所以說呢在看電影的時候準備一個筆記本 看到你想要學習的句子的時候呢 不要把句子抄下來 把時間碼抄下來 不過也不要每句都抄 不要抄太多 如果你有認真做這個步驟 那看完一部電影你應該會有一串時間碼 這時候呢在看著這些時間碼回去 把這些句子一個一個抄下來 抄下來之後你可以去研究這句話裡面的片語或是單字 你可以跟著電影一起跟讀 訓練你的語調跟你的發音 甚至把整句台詞背下來 說到這個地步就很夠了 不過呢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學習的話呢 你可以試著輸出 看電影看字母這些都是輸入 那輸出呢 output也是語言學習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學過這些句子呢 寫成網路的日誌 來去分享你學到的片語 或者是覺得很經典的台詞 甚至呢可以錄製成一個影音的日誌 來去分享你剛剛學到的什麼英文 好的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看電影學英文 一個禮拜看個兩部電影 暑假之後就等著你的英文突飛猛進 因為這是網路只是把影片放上來 所以怎麼樣隨便答應人家都可以 不過說真的又可以享受看電影 又可以學到英文 Why not 最後花幾分鐘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很好用的 線上看電影的平台 它叫做 Popcorn Time 畫面花時間 畫面花時間 耶 第一它免費 第二它美 第三它選擇多 一進來你就可以看到最近最熱門的新電影 或是你可以用它不同的條件來篩選 你最想要看哪個類型的電影 如果有一部特別想看的也可以直接搜尋 不只是電影它連影集也有 在這裡也可以看到你最喜歡的影集 選好了要看哪部電影 進去主畫面就可以選擇英文字幕 影片畫質 簡單按幾個按鈕 等它載入一下下就可以開始看了 看電影的頁面你可以切換不同語言的字幕 也可以放大或縮小字幕 剩下的就是好好享受電影囉 你可能會問我 你可能會問我 這個合法嗎 針對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 我不一定有親自的使用這一個平台 我只是在這邊提供這個資訊 有任何的問題 請打這個專線評論我的律師 看電影學英文順便犯個法 這個平台呢簡單來說 就是用BT來去串流線上的播放 所以適不適合你們使用 就看你們自己決定囉 我會把Podcorn Time的官方網站 還有下載連結放在下面的更多資訊 所以有需要的人可以去下面看看 最後 如果有用我的方法看電影學英文的人呢 歡迎把你們的網誌啊 或者是如果有錄影音日誌的話 寄給我看 或是在下面留言給我 哈囉大家好 這個 在結尾的時候說大家好像有點怪 但是呢 因為很久沒有見到大家了 對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現在有點 有點汗顏 是不是 汗這樣子 不敢見大家 但是大家都有留言說 為什麼你答應我那片子 那影片 對 今天終於回來了 有兩個禮拜的時間沒有出影片嘛 其實這個頻道在 從一月開始到現在 每個禮拜都會固定出一部影片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你們呢 願意花你們空閒 這個休息的時間來看 這個 在我的頻道裡面 這個我製作的影片 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big deal 所以呢不想讓你們失望 雖然已經讓你們失望 但是 之後 所以 除非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我真的 深重病快要死掉了 不然好好而盡量 一個禮拜還是呢 是不是 給你們一個影片看 給你們影片看 這樣子 對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呢 每個禮拜回來看我的影片 好 這邊是我上一個禮拜做的影片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我ICRD上面的 Ventalk節目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我的網站 嘿!網站 好久沒更新了 但是呢 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 這是你知道荒廢的 網站找什麼樣的事 上面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每個禮拜 或者是有時候 沒有每個禮拜 看到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訂閱我的頻道 OK That is a wrap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See ya 那我發現台灣人他們還 他們 我們 我們 我也是台灣人 這個播出戲的話 一定會被人家罵 完命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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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我們在面出來ennunciate 頭 頭 好 寄給你看幹嘛 結果我看一下 不能看一下人家的出戲成果嗎 因為老師都要收作業啊 就是收作業來看啊 然後給A啊 B啊 fail